要看到别的地方去 来 这是学生的平板 来 老师看一下 我现在再点一下这个 点这一颗回去 这个是编辑 存档一下 sorry 点这里 预设它是长这样 因为在手机画面比较小 那点这一颗 点这一颗 如果是在平板应该看的 画面就比较大 平板就可以看到这个 左边这两页是老师推送给我的 右边这个是我在做笔记 你看见吗 哦 那这里可以切换哦 点这里可以切换 我只想看老师推送给我的 我点一下 我现在是在手机操作 那现在我想做看我的笔记 点一下这里 我的笔记 OK吗 那点这个又回去了 那刚刚没有练 来 我再做个画记 这里 这里有个画笔 我再点一下 哦 画一只鱼 真是没有绘图天分 好 画完又按存档哦 这是我写的笔记 来 写完在哪里 记得吧 点这一颗 有看到画的吗 老师 我这个想留下来 还可以分享呢 只要你是 我们现在全国九层都拿iPad的 老师 我觉得这个重铁 加一张图很棒 来 压着不放 可以做什么 L照片叫分享 可以储存在照片里面 按点这个就储存了 老师 在哪里 在iPad里面呢 他可以随时把这张图留下来 这里 这是我刚写的啊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老师有放大吗 可以放大 你有看到吗 随时可以放大 这个 这是我刚刚在手机所做的一个图片 就在这里 有看到吗 是清晰的不得了哦 来 我们再回到这里来 你看见吗 那我刚刚画了一只难看的鱼 压着不放 你可以复制啊 可以拷贝啊 也不要 那分享就是Ldrop给别人 那加入照片 就是存在我的这个平板里面 那平板往上推 就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图片都会在这里 所以呢 我又把图片收下来了 老师 你就提一下 这次难看的鱼在这里 来 老师 你可以再试看看哦 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 Savari这地方呢 针对同学自己所写的 他自己可以把它保留下来 这次的地方 我可以试过 然后再试一下 我再试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